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5G技术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1.5G的超能力瞬间下载世界 2.5G魔法学院 学习无限咒语的命令 对G时间机器穿梭数据的时空隧道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5G的超能力 瞬间下载世界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5G技术就像是一位超级英雄 悄然降临在我们的世界 带着它的超能力 瞬间下载世界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捷和多彩 那么让我们一起来探索 这位超级英雄的奇妙之旅吧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5G的超能力之一 超高速度 想象一下 如果互联网是一条高速公路 那么4G就像是一辆跑车 而5G则是一辆能够以光速行驶的太空飞船 在5G的加持下 一部高清电影的下载时间 从几个小时缩短到了几秒钟 这就好比你刚想到要看一部电影 转眼间 它就已经准备好在你的设备上播放了 这种速度 简直让人感觉像是拥有了时空穿梭的能力 接下来 让我们来看看5G的另一项超能力 超低延迟 延迟 在网络世界里 就像是交通堵塞 而5G技术 就像是一位交通警察 能够有效地疏导这些堵塞 让数据传输变得更加流畅 这对于那些需要及时反应的应用来说 简直是一大福音 比如 在远程手术中 医生可以通过操控远端的机器人 进行手术 而5G的超低延迟 确保了医生的每一个操作 都能够及时传达给机器人 这样的技术进步 简直让人感到惊奇 当然 5G的超能力还不止这些 它还能够连接更多的设备 实现万物互联 这就好比是给世界装上了一个超级大脑 让从智能手表到自动驾驶汽车的一切都能够互相沟通和协作 这不仅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智能 也为未来的创新开辟了无限可能 最后 让我们以一个幽默的比喻来结束这次的探索之旅 如果说 4G技术让我们的生活步入了网速光速的时代 那么5G技术 则是直接把我们带入了网速取速的新纪元 在这个新纪元中 我们可以期待更多的奇迹发生 也许有一天 我们甚至能够通过5G网络实现心灵感应呢 所以 让我们一起拥抱5G带来的这个瞬间下载世界 期待它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惊喜和便利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5G魔法学院 学习无限咒语的秘密 在遥远的未来 人类终于发现了一种新的魔法 5G魔法 这种魔法不需要咒语 魔杖或是古老的魔法书 它的力量来自于无限信号 一种肉眼看不现 手摸不到 但无所不在的神秘力量 于是 5G魔法学院应运而生 成为了培养未来魔法师的摇篮 今天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所神秘学院 学习无限咒语的秘密 第一课 5G咒语的基础 在5G魔法学院的第一堂课上 学生们学到了5G咒语的基础 这里的咒语不是用口说出来的 而是通过一种叫做 智能手机的魔法器具来施展 老师解释说 这种咒语的力量 来自于一种叫做 数据流的魔法能量 它能够让人们瞬间传送信息 观看远方的景象 甚至召唤出虚拟的生物 第二课 连接的艺术 随着学习的深入 学生们开始接触到 更高级的魔法 连接的艺术 在这一课中 他们学会了如何使用5G魔法 来建立一个叫做 网络的魔法结构 这个网络 能够将远方的魔法师们 连接起来 让他们可以共同施展 更强大的咒语 老师特别强调 这种连接的艺术 需要非常精确的控制 一旦出错 就可能导致网络拥堵 使咒语的施展 变得缓慢 甚至失败 第三课 虚拟实境的探索 在5G魔法学院的 进阶课程中 学生们开始探索一个 名为虚拟实境的神秘领域 这里 他们可以创造出 属于自己的世界 或是体验 其他魔法师创造的奇幻景象 老师告诉他们 这种魔法的关键 在于延迟 只有将延迟控制在最低 才能让虚拟实境的体验 变得流畅而真实 第四课 5G咒语的伦理 在学习了5G魔法的 强大力量之后 学生们也开始思考 这种魔法的伦理问题 5G魔法虽然强大 但如果使用不当 也可能对社会造成伤害 因此 老师教导他们成为一名负责任的魔法师 不仅要学会如何施展咒语 更要学会如何在正确的时候使用它 第五课 未来的魔法 在5G魔法学院的最后一课中 老师带领学生们 展望了未来的魔法世界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未来的魔法师们将能够掌握 更加强大 更加神秘的力量 而5G魔法 只是开启这个奇妙世界大门的钥匙 如此 5G魔法学院的学生们 在欢笑与学习中 度过了他们的学院生活 他们不仅学会了 如何使用这种新型魔法 更重要的是 他们学会了 如何成为一名 有责任感 有远见的魔法师 在毕业的那一天 他们带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踏上了各自的旅程 准备用5G魔法 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5G时间机器 穿梭数据的时空隧道 在这个数位化飞速发展的时代 如果我们把5G技术 比作一台时间机器 那么 它无疑是一个能让数据 穿梭于时空隧道的神奇装置 想象一下 这不仅是科技的飞跃 更像是一部科幻小说中的情节 只不过这次 它发生在了现实中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5G技术的超光速特性 在过去 我们的数据传输速度 就像是骑在乌龟背上的旅行 而5G技术的出现 则是把我们从乌龟背上 换到了光速飞船上 这种速度的飞跃 让我们的通讯 娱乐 工作和学习 都开始在时空隧道中穿梭 瞬间达到目的地 再来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能够利用5G时间机器 回到过去 那么 我们或许 能够在社交媒体上 提前预告一些未来的大事件 比如说 提前一周 在推特上 发布明天的股市行情 当然 这只是一个幽默的比喻 但它也反映了 5G技术 在即时信息传递方面的强大能力 不仅如此 5G时间机器 还能让我们预见未来 通过大数据分析和即时通讯 我们可以更快地预测天气变化 股市动向 甚至是交通拥堵情况 从而做出更加即时和准确的决策 这就像是拥有了一个 能够窥探未来的魔法水晶球 只不过这个水晶球是用5G技术打造的 当然 任何技术都不是完美无缺的 就像时间机器可能会遇到的时空悖论一样 5G技术的广泛应用 也面临着诸如数据安全 隐私保护等挑战 但正如科幻小说中的英雄们 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们也有理由相信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完善 这些挑战最终将会被克服 最后 让我们以一个幽默的想法 结束这次的分享 如果5G时间机器 真的能够让我们穿越时空 那么 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始考虑一下 穿什么衣服去参加恐龙时代的派对呢 毕竟 时尚也是穿越时空的重要因素之一 总之 5G技术 如同一台神奇的时间机器 让我们的生活 变得更加便捷和多彩 而我们 也正站在这个时空隧道的入口 准备好随时启程探索未知的可能性 所以 让我们一起迎接5G技术 带来的这个穿梭时空的奇妙旅程吧 让我们在这个时代的科技浪潮中 不断寻找新的惊喜和发现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